客家蓝山是传统客家人的服饰 随着时代的转变 蓝山的制作技术渐渐消失 高雄美农的景星行 是硕果仅存的蓝山店 也是全台湾唯一 一家传承传统蓝山制作技术的老店 客家蓝山又称长山或大金山 上穿大金山 下穿大挡裤 是传统客家族群衣着的特色 从袖子和金口的颜色布料 可以分辨出客家妇女的身份 未婚少女是金黄色 结婚时穿红色 已婚少妇是白色 糊素的蓝山唯一的装饰是在大金处和袖口反折部分的 配色香滚边的外围加缝的织带 称为蓝杆或蓝罐 蓝杆是在少女妆跟结婚的领服里面会展现出来 蓝杆有什么呢 太阳 蝴蝶 松薄 那么太阳它是告诉我们子子孙的就是说 露出而走 露露而行 松薄有长寿健康 坚毅不拔之意 第三种图案是蝴蝶 引誉落叶归根与浪漫爱情 客家蓝山的袖口做反折 有如活动口袋 这个也是口袋 也是可以放东西 像以前妈妈她们穿 没有工作就这样放下来 要工作的时候就要缓着这样 是这样穿 缓着过来这个也是口袋用 妈妈她们要回来就趴点菜 豆 回来 这样 回来就放下来 菜放下来 这样 景兴行的老师傅坚守传统 使用老运斗 老针车 坚持用手工传承最朴实典雅的蓝山 一套蓝山得花上半个月才能够完成 景兴行虽然也做创新的客家服饰 但是顾客更爱老师傅的传统蓝山 因为稀罕 实用 不怕脏的蓝山 更能够彰显客家人 朴实勤奋 坚毅内敛的精神 也更有客家服饰的味道